宜蘭羅東遠景盤查兩輛轎車 發現其中一輛懸掛失竊車牌 將駕駛帶回派出所偵辦 另外一輛是駕駛的情侶黨朋友 也跟著回到派出所說明 但是後來因為停車的問題 情侶兩跟遠景爆發了肢體衝突 雙方都有受傷 互提傷害告訴 警方後續在兩輛車上都查獲了毒品 訊後依照妨害公務 傷害 毒品等罪 移送偵辦 警局外頭鬧哄哄一片 黑衣男子對著警方大聲咆哮 更飆罵不雅自演 下一秒直接害遠景爆發 激烈衝突 多面遠景團團包圍男子 大動作將人從外頭壓制到警局內 男子頭部還因此受傷流血 指控被警方打到頭破血流 19號劉姓男子和女友開著車 跟在朋友的車輛後面 但警方攔查後發現 前面這台車懸掛失竊車牌 被帶回派出所 劉姓男子和女友也跟著朋友 回到派出所說明 沒想到一次停車的問題 和警方爆發肢體衝突 警方更發現兩車內都藏有毒品 劉姓男子指控警方執法過當 但他非法持有毒品被宰得正著 傷害部分雙方都已提出告訴 後續將病案以請解放認定 記者張凱婷一輪報導